今晚或將成為通脹轉折點 白銀比黃金更具投資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ACY證券經營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今晚即將發布美國7月份CPI通脹數據至關重要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 美國汽油價格下滑了20% 各類糧食大宗商品同樣價格大跌 因此今晚的CPI極有可能同比大幅度下降 而這部分跌幅已經被市場所接納 納入市價當中 對於通脹回落的預期 已經令黃金和股市見底反彈 美元則見頂回落 即便如此 只要CPI同比公佈值低於8% 整個市場便將延續過去一個月的趨勢 這就好比7月28日夜間發布的美國GDP數據 即便已經有了相當一部分市場預期緩比負增長 但當數據發布後 金融市場依舊沿著衰退的路徑前行 並沒有像利率決議那樣出現反向的波動 其中的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數據太過重要 是市場的轉折點 消息面的動能非常的強勁 不過最近很多機構都在潑冷水 在承認通脹見頂的同時 卻認為核心CPI將保持增長 要知道 核心CPI正好將最近跌得最兇的食品和汽油剔除在外 的確可能出現通脹見頂 但核心CPI卻上漲了反常現象 因此今晚需要格外注意核心通脹的走向 如果數據低於前值的5.9% 那麼就是短線利好資產市場的強信號 一旦核心通脹環比下滑 美聯儲有極大的可能會按照50、25、25基點的路徑 完成下半年的加息 不說遠的就說9月份加息 目前押注75基點的交易員遠多於50個基點 加續一期還有很大的回調空間 也就是說包括貴金屬、股票和外匯在內的多數商品 還有很大的反向升值空間 不過考慮到最近芯片板塊不斷地殺業績 股市的短線波動性較大 因此貴金屬便有了更好的看漲機會 尤其考慮到台海軍事演習、特朗普被抄家 俄欧緊張局勢等地緣政治風險 避險需求將持續提供貴金屬價格的底部支撐 在貴金屬投資選擇中 需要關注白銀的投資機會 最近金銀比從7月份中旬的91高位回落 目前在87倍左右 還是遠高於長線均衡值65 因此在價格反彈的過程中 白銀的漲幅將高於黃金 從白銀一小時出來看 中短線交易的價格趨勢已經由跌轉漲 200均線穩定向上提供支撐 K線本周向上突破了20的指數位大關 以及20.4的前高點阻力 4小時級別的CCI趨勢指標上穿後回落 多頭突破都能較強 短線交易可以關注20.3附近的回踩機會 提前入場 或是等待通帳數據發布 如果K線突破前高點20.75 投資4小時CCI指標上穿正100線 並是不錯的中短線做多機會 上方阻力位置較遠 在22的長線支撐轉阻力水平線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美國方面有7月份CPI和核心CPI年率 當周EIA原油庫存 美聯儲多位官員將於今日發表講話 需要重點關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